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涨24点 那你看K线形态上 它在高档跌了一根 两根 三根 三根黑黑棒之后 今天还是收一个黑黑棒 但是涨24点 那请问这个行情 同学朋友怎么看待 我刚刚讲了 如果你光看大盘 你会迷失方向 为什么 你看今天来 20帝股 跌了好多 有没有发现 金融 金融涨最多 对不对 光这个金融股涨 大盘就涨了 可是你会迷失方向 有些股票没有错 金融很强 比如说 台首宝 来 2833台首宝 今天又创了波段的新高 30.9元 它已经涨一波上来了 那你思考一下 今天创新高 你是今天才知道吗 还是你早就应该要知道 没错啊 如果你早一点知道 对不对 18块你就知道 今天已经30了 30.9了 那如果你早一点知道 你才能够成为 这一波行情的赢家 这样懂意思吗 那请问今天的格局 转空了没有 没有啊 三星还是很健康啊 那如果时间 你把它回推到 一月底的时候 二月在这里 一月底在这里 一月底 18块你就知道它犯多了 那这一波 你就会掌握到它了 当然你看金融股很强 可是 今天涨24点 有很多股票跌停版 你知道吗 真的吗 有 世界 这不台积电子公司吗 为什么跌停 它不但跌停 你看它跌几个月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它已经跌三个多月了 到这边 所以你光看大盘 你会迷失方向 因为你的股票不一定涨 可能在跌 所以我们刚讲 今天有啊 台数宝创新高涨停版 你看世界跌停 它跌破了三个月 甚至半年的低点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买这种股票 你会怎么样 你会很无感 大盘涨跟你也没有关系 那这情形是非常非常的普遍 所以我们说有人说 这一波行情是最冷的万点行情 最虚 虚拖的虚 最虚拖的万点行情 因为股票很多在涨 可是也很多在跌 行情分歧度非常非常的大 那你万一买的不是台数宝 你万一买世界先进 那就麻烦了 它跌破怎么样 三个月甚至半年的低点 都已经跌破了 对不对 为什么它会这样跌 那如果你知道 早知道这股票有问题 你因为今天才卖吗 你应该早就卖了吧 对不对 早在这里就卖掉了吧 你不可能等到这里 才来后悔莫及 所以我们说有些事情早做早好 当你的股票转空 早点把它卖掉 好开心 好轻松 你要买等翻多再说 不用急 你这里卖掉 55 今天44 那等翻多 这里还没跌完 看这个就知道还没跌完 趋势往下 筹码凌乱 动能不足 所以这种股票 暂时不要去碰它 那你就过得很开心 股市人生就很精彩 懂意思吗 那我们说目前是一个 走势分歧的万点行情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台售保涨停板创新高 世界先进跌破半年低点 每一档股票走势不一样 不是所有股票 通通涨 所以我们说是一个 走势分歧的万点行情 低手的人 无手是从 那不晓得怎么办 他买的股票都在跌 万点对他来讲很无感 高手的人 你可以有双向的选择 什么是双向选择 你要觉得说这个盘很不好 那你可以找空的股票来放空 那你要觉得股票很好 有的股票在涨 那就可以找股票来做多 懂意思吗 所以你不会说没有方向感 当你在万点的时候 你是一个高手 你有两个方向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做多 你可以选择转空的股票来放空 懂意思吗 还有很多股票 跟世界一样 是很弱的 今天涨 但他还跌停 有55 那怎么又跌停板 有啊 你看他们跌到三个月低点都跌破了 那你看这辆股票什么时候有问题 他不是今天跌停有问题 很多股票在跌停之前 他早就有状况了 那只是你没办法去发现他的状况而已 来 你看不出来对不对 来 现在有没有看出来了 有没有看出来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反应他早就出现了 那如果你看得懂 你这里就一定会跑 你不可能到这里才跑 来特写 你这里你怎么可能不跑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反压 有没有 都在5657附近 你不可能不跑 你不可能跌到今天48 然后跌停板你再后悔 你早就应该跑了 为什么 这格局已经不对了 那当格局不对 你抱着格局不对的股票 你要赚到钱 真的很困难 懂意思吗 今天他怎么跌停板 5月4号 哇 又跌破半年的低点 有没有 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来你看一下 这不早就有问题吗 这不早就有问题了吗 你好像早就该跑了 不是吗 不是今天跌停 再来后悔末期 那有些股票 不是跌这样 那跌更深 跌到你没办法想象的深 真的吗 来 今天破底 那请问今天跌头没有 今天跌破一年低点 什么叫一年低点 一年内买进的 如果你没有跑 全部套牢 为什么这么严重 你想想看 这不早就转空了吗 转空很久了 这理论上这股票都不能买 所有反弹 所有反弹都没有用 因为最后破底了 那你要如何知道 这种股票早就不能碰了 你不能每次跌停 破底的时候 你才知道这股票不能碰 懂意思吗 那你如果早点知道 这里知道是不是很开心 这里知道也很开心 这里知道也很开心 那你如果知道这股票 它的问题很多 你一定看不出来 对不对 这看不出来 真的 那这张你就看得出来了 哦 有没有看出来了 这看不出来 对不对 同样一张K线 换成这张就看不一样了 有没有 这个人身体好像还不错 等破底 他知道他身体不行 但是这早就知道他不行了 特写 这多久以前 这你就知道他不行了 这多久以前就问题一大堆了 有没有 当你看到一张股票 问题重重的时候 很多卖压 镜头拉远 很多卖压 很多反压 就是他问题重重的时候 这种股票 你就不要去碰它 今天你看节目 把这招学会就够了 看到很多卖压的股票 都不要去碰 对啊 这不早 不今天才出现嘛 早就出现了 卖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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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麼問題都有 員工偷東西 對不對 會計偷錢 儲款擺爛 公司員工亂七八糟 問題一大堆 請問這種公司要給你 你要嗎 賣給你 你要嗎 我不要 我不要 公司問題那麼多 那怎麼知道股票問題很多 這當然看不出來 你看這一張你怎麼知道 你看不出來 你看這一張是不是看到了 問題很多 對不對 就像一個 我們常常把這個圖 把這古神圖比喻做一張X光的照片 一張3D掃描的照片 這個心電圖 當你看了以後 醫生一看 哇 你這心臟有問題 心臟肥大 那一看心電圖就知道了對不對 所以同樣的 你一看就知道 反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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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反壓 那請問你今天才要跑嗎 還是這裡就應該知道了 還是這裡就應該知道 還是這裡就應該知道 走這邊 答案很簡單 所以你看完之後你缺什麼 你都看這個我知道 所以你看不到 這是一般的K線 我都看這個 所以我知道這股票不能買 所以這種股票我不會去買 一年過去我不會去買這種股票 是不是 但是你會去買 因為你不知道它的危險 是不是 今天跌停版 你試想看 今天跌停 剩下68 問你這裡91耶 那如果你知道這裡就要跑 你不會報到今天啊 是不是 那你怎麼知道這股票有問題啦 趕快新電圖照一下 X光掃瞄照一下 來看一下 看你掃瞄完什麼結果 來 掃瞄完是這個結果 哇 反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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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反壓 所以當你看一檔股票 高檔一大堆反壓 這股票不能買 懂意思嗎 今天跌停 破底 為什麼會這樣 投票一樣 這看不出答案對不對 趕快把 新電圖X光掃瞄 掃瞄一下 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掃瞄出來了 來 你告訴我們問題 這今天出問題 還早就出問題了 那你在另外一張圖像 你是一看 一般你是看這個嘛 那請問在這裡你知道它有問題嗎 你看不出來 同樣位置 對不對 在這裡 你是看不出來對不對 我看得出來 我知道這個有問題 所以這股票我不會買 反壓太沉重了 有沒有 所以差別在哪裡 或許你也覺得 我們好像也差不多啊 差在哪裡 差在你沒有一個好的工具幫助你 你沒有一個客觀分析的工具來幫助你 差在你還在看報紙 聽消息 聽名牌 差在你還在土法煉鋼 差在你錯 你還不想要趕 就這樣而已啊 或許人的差別就要這樣而已 不是嗎 沒錯啊 如果你知道你就不會做這種股票了 來 破底 今天破底 來 破底喔 跌三層 一樣X光把它掃瞄一下 來 你告訴我 你有沒有看到很多問題 都不是今天才會出現的喔 這早就出現了喔 對不對 所以你下次看到這種股票 你要不要去買 我是不會買 我是打死我都不會買 但是你絕對有可能去買 因為你不曉得 你看不懂啊 你就有可能去買這種股票 而且你高檔就會追了 然後低檔再來後悔 對不對 來 今天破底喔 那你知道他早就有問題嗎 你一定不知道了 你知道你就不會買 跟我一樣 我不會買這種股票啊 110 今天剩下84的 那如果你買錯了 投入面額傷很重 喔 是問題很多 尤其最近哪 特寫 1234 你數而輕有幾個問題嗎 很難數啦 有沒有 所以你早就該跑了 不是今天才來後悔 這種例子太多了 多到沒辦法形容得多 有沒有 他為什麼會破底 他是今天出問題嗎 他早就出問題了 他不是早就出問題了嗎 不是在今天出問題啊 所以你一直抱著空頭股票 然後期待要賺錢 如果說不好聽的 兩個字啊 如果你一直抱著空頭股票 然後期待你要賺錢 兩個字 做夢 這當然不好聽啊 你的股票你對那有希望嗎 有期待嗎 張文明跟你講做夢 你會不開心啊 可是我講的是實話啊 我不需要討好你啊 你需要聽的是真相 不是每個人在跟你討好 哇這個很好 這股票很好很好 1PS很好 最後都破底了 有什麼用 對不對 來 尤達好不好 不好啊 這怎麼會好 你什麼時候聽我跟你說尤達好 為什麼說他不好 又沒有番多怎麼會好 連勇 好不好 當然不好啊 這又沒有番多怎麼會好 他不是今天不好 他早就不好了 智威很多人在買生技股 可不可以 又來了 又是反壓重重 走這邊啊 所以當你看到這種股票 你要再追進去嗎 不應該啊 有些事 早做早好 越早做也好 借掉你的壞習慣 抽菸打牌 喝酒 這個都不要 壞習慣 對不對 離開你的壞朋友 壞朋友帶你去做什麼 你不會 他就帶你去做啦 帶你抽菸打牌 喝酒 帶你去夜店啊 帶你去賭錢啊 離開你的壞朋友 這都不要 不要壞習慣 借掉你的壞習慣 離開你的壞朋友 第三個 賣掉你的空投股票 越早做越好 懂意思嗎 空投就是要賣掉 我再講一個例子 這都是血淋淋的 發生在投資朋友之間的 來 這段股票叫做核旺 很慘 來 我們看一下核旺 核旺 4月20號 第一根跌停板 投這邊 隔天開始鎖了 這還沒鎖 隔天開始鎖 開盤就跌停了 11000多張 那從這一天開始 到上個禮拜 禮拜四 已經第八根了 投這邊已經跌六成了 為什麼會這樣 一定有問題 只是你看到都來不及了 我以為又黑道 又是金竹 又是分析師的大混戰 對不對 一定有問題 可是你知道都來不及了 哇 這轉空很久 你為什麼不出呢 我的朋友 你早點把它出掉 是不是很好 早做早好啊 對啊 沒錯 早做早好啊 今天5月4號 禮拜一 又一根跌停 第十根跌停了 今天一開盤跌停 31957張鎖住 成交60張 60張成交量鎖3萬多張 這我不用講了 我今天也不想打壓他 我相信有這檔股票的投資人 他是受到很大的傷害 十根跌停了 70% 那真的是玉庫無類 農資斷頭都賣不掉 你看怎麼辦 他把房子賣掉來代賠 當然是非常非常的慘 要有不後悔的操作 一定要有清楚的指引 所以你再回想 今天第十根跌停 對不對 現行早就不對了 這個早就錯了 這不是今天才出問題 在這裡就出問題了 對不對 這裡是哪裡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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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裡 這裡 這裡 一模一樣 在這裡 有沒有 這裡 這裡 沒錯嘛 那請問這張什麼時候 3月20 3月20 今天5月1號 41天之前 張禮民在這個頻道跟大家講 這股票你不能碰 要出場了 當時怎麼講 來 導播請進 從不帶 何妄 高檔早就已經怎麼樣 今天開始出現賣訊 這裡出現反壓 漲不動 這裡出現賣訊 也就是說今天 3月20 你該出場了 有沒有講 一定有講 今天全市場只有 我有資格來批評他 因為我有講 我真的有講 不是事後馬後炮 亂打壓股票 不是 高檔我就跟你講 這股票你不要做 趕快出場 所以很多人在路上看到我 常常我去不同的地方 像這個禮拜五一我去 小人果 帶小朋友去玩 那個投資的朋友看到我 他非常尊敬我 跑來跟我握手 雖然我不是你的會員 但是我非常感謝你 那種心裡感覺真的很快樂 朋友 要有不後悔的操作 一定要有清楚的指引 你像這次買到這樣的股票 真的是欲哭無類 70%了 跌10根跌停了 到現在鎖住打不開 那請問那些人怎麼辦 買到這些投資朋友怎麼辦 他真的是四個字 欲哭無類 不曉得怎麼辦 投資朋友 要有不後悔的操作一定要有清楚指引 你早把它賣掉就好啦 3月20你把它賣掉賣多漂亮賣多高啊 是不是 投資朋友 操作錯誤可怕 當然可怕 不知道原因更可怕 投資朋友 你股票跌下來 你不曉得怎麼跌的 那更可怕 答案很簡單轉空就是要出 可是你不曉得什麼地方轉空啊 所以你才需要一個好的工具來幫助你 你才需要一個好的分析師來告訴你 投資朋友 德國哲學家尼采說 愚笨跟無知是一切痛苦的根源 人生為什麼那麼痛苦啊 愚笨 無知 反正就兩個原因 不是愚笨就是無知嘛 為什麼股票要做錯 轉空你不知道啊 對啊 你不是故意的 我沒有人要故意要做錯的 愚昧嘛 對不對 跟著主力怎麼亂做股票 幫人家抬價 到最後上到自己 這都是不對的 挫折就是生命要你轉個方向 人生難免挫折 轉個方向就好了 不要讓回家的路 越來越遠 回家路遠了就麻煩了 每個都要回家 每個都會累 累了就要回家 不要讓回家的路越來越遠 懂意思嗎 我們這段廣告 再回到現場 太過分開 不停了 就算我讓你吃了 10月9号16日台台北 10月12日天在台中 免费入场所有限 我们一起时间来电约 进去问你了 台湾699 大陆国际头部 以服务为轮 以表为真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投机是我们的理念 以防立台投机线 与多工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盾 精准掌握故事摆动 精准踪踪助脑漫象 还富人生 事故参见 022506999 0225006999 大阴军学校 受伤细检测 要告成 从球最多多空局次大迫开 要看清多空 万点行情组成人 10月9号16日台台北 10月12日天在台中 免费入场所有限 德南为主时间来电约 地盤山隧,在門外偏偏上列 地盤山隧,在身邊來回穿著 澳洲PW國際團隊將油品變建築 地盤水泰,捷運景觀宅 雙水關29131333 歡迎來到現場,今天聯發科又破跌了 聯發科已經當過股王,我們看一下 高點527跌下來,今天371 已經跌三成了 大盤的背景是什麼 大盤是這樣漲 聯發科呢,聯發科是這樣跌 那請問聯發科是爛股票嗎 聯發科好股票,聯發怎麼爛股票 聯發科是中華民國獲利第四名 EPS排行第四名了,30塊的 去年103年他賺了30塊 中華民國排行第四名 考試如果是第四名 台灣現在1700多檔股票 如果聯發科是考生 他一定上台大的,台大醫學系 獲利最棒了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你買獲利最好的公司 買進去破產呢 賠了一褲子,為什麼 投資朋友 4月30號跟你說衰退三成 後續你今天知道他為什麼跌 喔,獲利衰退三成了 投資朋友,EPS剩下4塊多了 去年30塊,現在第一季剩4塊多了 今天還能夠拼30塊嗎 真拼耶 獲利衰退了你今天知道了 你4月30號知道 對不起來不及了 為什麼 因為股價很跌三成 你怎麼樣都來不及了 外資開始調價目標價 跟你說看不好了 之前都看好,現在都看不好 問題開始一大堆問題出來 研究部的主管跑去 對手陣營展訓去了對不對 有沒有 你看到這些都已經來不及了 那請問聯發科轉空多久了 今天371 你轉空多久你告訴我 是今天轉空嗎 不是今天轉空 早就轉空 早就轉空 轉空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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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幾個月了 那請問張藝銘有沒有講 我什麼時候講呢 我在這附近 時間是1月27 今天已經5月1號了 5月4號了 1月27 三個多月錢我就講了 這股票有問題了 當時圖卡在這裡 500塊 我跟你說什麼 500在這裡 我們看過來 看過來 現在這裡 價格在這裡 有沒有500 來看過來 反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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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500塊面臨龐大的反壓區 1月27 當時我怎麼講 來導播請進重播單 那目前在500塊附近 那你看過來 反壓在哪裡 在這裡 特寫 就在這裡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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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你發現 這個價位 怎麼樣 就是這裡 就這個價位 所以告訴我們通常這裡 要怎麼樣 要開始大震盪了 要開始洗盤了 所以你知道這兩股票 你暫時就要先出場一次了 看講了多好 你這股票要先出場一次了 1月27講了 快三個月了 今天已經快三個月了 破底 講了多好 對不對 講了多好 不是500變371 有些人都知道你 你節目做得很穩健 你也沒有在推專欄 也沒有在什麼打折 怎麼會員都這麼支持你 你看就知道原因了 懂意思嗎 你把股票講對 人家自然就會支持你 來 那我們說有聯發哥這事件 我們看到什麼 用過去數據 EPS很好 103人很棒 對啊 103人第四名 EPS30塊 聯發哥讚了這股 股價破底 對不對 為什麼很多人做錯 原因是什麼 過去的東西 來推算未來的股價 這是個笑話 這很危險 我今天這個節目 你要把它看完看懂 看不懂 以後你會碰到更大的危險 就像看聯發哥一樣 103人很棒 30塊EPS 過去的數據 103人 像104第一季了 對不對 用過去數據來推算未來 這笑話這很危險 聯發哥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不是嗎 對不對 第二個方式 用未來的數據來推算現在 未來有賺多少錢多少錢 畫大餅 對不對 很多炒作人都在畫大餅 今天不好 明年大轉機 哇 賺多少 本來一塊錢要變10塊 畫個大餅給你 對不對 畫個未來的數據給你 來推算起來 這猜測啦 股市多變嘛 對不對 也有可能明天地震公司就倒了 對不對 所以用猜測用多變方式來 研判未來的股價很困難 那證據應該怎麼辦 投票 有沒有人告訴你 要怎麼辦 在這裡 看懂現在 四個字最重要 現在都看不懂 投票 500塊聯發哥碰到法尼愛 你都看不懂 後面你就慘了 就得到371了 所以你看得懂現在 最重要 其他都是假的啦 懂意思嗎 不要分析了半天 那個沒有用 有沒有 張愛明什麼時候跟你畫大餅沒有 看懂現在就夠了 看不懂 一切都是空談 懂意思嗎 來 都沒有好的股票 股票都倒光了 不會啊 來 有啊你看 有啊 投票 他為什麼可以連拉三根停板 你又想過這個問題 他為什麼可以連拉四根停板 來為什麼 他架構一定不一樣 喔 這當然不一樣啊 投票 有齁 82.3 那如果你在71就看得懂 到82 那這10塊錢就賺得到了啊 不是嗎 71 對不對 82 那10塊為什麼賺不到 所以很多股票怎麼賺 看懂現在你看不懂都是空談 股票找轉空你不出 帆多你又不滿 來 紅帆 兩根 對不對 三根 漂亮喔 四根 到這邊喔 三根半啊 72 你說會不會太高啊 到這邊喔 你會覺得這裡很高的 你在這裡買可以 沒有來不及 沒關係 沒關係 也可以 為什麼 72 85 從72到85 我的會員13塊把它放到口袋啊 千真萬確啦 上個禮拜賣掉了 今天拉回來 所以股票怎麼做 股票是這樣做 可是很多人這個技巧還沒學會 懂意思嗎 那沒學會怎麼辦 沒關係 我教你 這個禮拜 禮拜六 在台北 禮拜天在台中 都是上午 這場免費技術分析講座 一定要來 把電話打通 完成預言 因為我的演講每次都爆滿 不管在哪裡 台南啊在台中 都是爆滿 所以你不早點來 會沒有位子坐 懂於是嗎 會坐在地上 我不騙你喔 上次台北場很痛 都坐在地上聽 因為他覺得太重要 面對萬點行情 可是太晚來也沒有報名 都坐在地上聽了 我希望你早點 完成報名 而且找到會場 這樣比較好 會有位子坐 這場演講 無論你在哪裡都一定要記得到會場 把你的股票問題帶到現場來 現場我當場跟你解答 面對面跟你解答 你就知道你哪裡錯了 你就知道你什麼股票應該買 記得把電話打通 完成報名 我們進到這裡 明天再見 請求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